然后重心由脚后跟往前移到脚掌的位置 然后手自然起 OK,这里还有一个细节的动作就是 落下来的时候一定要胯要松,膝关节尾曲 然后这时候重心才能完全地落在脚后跟 双脚后跟的位置 然后重心由脚后跟往前起 起,走,起肩,走,往 重心往前去 这时候的意念在我们的脚,食指上面 然后在手的食指,两个食指端 这样往下来 手掌侧面起,不要这样起来 侧面起来 自然并拢 然后食指放松 掌根合住 空掌 然后重心有前收回身体 手也收回来 重心往后移到脚后跟的位置 好,这个动作要停住 这里面有一个 弹中穴 还有我们两个掌根的这个位置 这里有大灵穴 就是这个位置的要用力 往里面合住 但是这个手掌用力的 掌根是用力的 手姿是放松的 两只手臂是放松的 然后弹中穴往里收回来 往里关住 合住 这两个穴位合起来 往里收 收住 大家再来看一下 同时配合吸气 这个动作的话 不要重肩 不要抬肘 手腕呢 肘自然的放松 往下来 掌根巍巍的用力 重心往前去 然后收住 往里收起来 大概这样 停 大概停一下 然后眼睛看斜下方 这个呼吸呢 稍微的停顿一下 然后呼气 这时候重心的 微微的十肢抓地 重心微微的在前面 在脚掌的位置 然后重心有前 往后 手掌先放松 然后弹中穴 打开重心 往后移 这是一个同时的动作 有前 侧面给大家看一下 从这里起 合 收 放松 做跨 屈膝 然后手掌 往前拨 重心往前移 好 正面 从这里 放松 弹中穴 打开 手腕 打开 重心下落 微微屈膝 重心有后往前 双掌 打开 很舒展的动作 然后 下一个动作 围处 现出 第二式 这是第一个动作 到这里 下面一个视频 我们做第二个动作 请不吝点赞 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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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